各位主内的兄弟姐妹你们好 你愿意像种子一样落在地里 结出许多子粒吗 让今天八月十日的每日圣言 陪伴您祈祷与反思 落在地里死了 现在让我们静下心来 聆听这一段圣言 若望福音第十二章第二十四至二十六节 那时候耶稣对门徒们说 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 一粒麦子如果不落在地里死了 仍只是一粒 如果死了 才结出许多子粒来 爱惜自己性命的 必要丧失性命 在现世憎恨自己性命的 必要保存性命 入于永生 谁若侍奉我 就当跟随我 如此 我在哪里 我的仆人也要在那里 谁若侍奉我 我父必要尊重他 感谢天主给我们的这一段圣言 一粒麦子 如果收藏在一个瓶子里 可以存放好几年 但不会结出子粒 就如同我们生活中 有许多盘踞我们的事 家里 自己 名利 吃喝玩乐 孩子 伴侣 亲友等等 如果我们把整个心力都放在这里 庸庸碌碌的过一生 就好像把自己摆在一个不愿意埋下去的状态 虽自己觉得好好的 对现状很满意 但仍旧只是一粒麦子 然而 如果我们愿意面对转化的选择 愿意把自己交出来 选择跟随天主的旨意 那么 我们就好比这里 被埋在土壤的种子一样 会生长 发芽 最后结出更多子粒来 换句话说 当我们要跟随耶稣时 便会发现 生命中有很多东西 需要放下 舍弃 或死去 如 我们的骄傲 意见 标准 和条件 这时候 如果我们退缩 不愿意改变 那生命就会仍旧是一粒 我们也没有机会看到自己 在耶稣内能有多么伟大的生命 但如果我们努力做他 要我们做出的改变时 我们会经历到非常奇妙的变化 发现原来我们可以像耶稣一样 用那么单纯 无私的心去爱人 那么勇敢地活出真我 把正义与和平带到社会 碰触很多人的生命 并带领他们品尝来自天主的永生 今天耶稣说 谁若侍奉我 就当跟随我 谁若侍奉我 我父必要尊重他 是耶稣最先让自己的生命 落在地里死了 并结出很多子力 他今天邀请你 向他学习 你愿意吗 请品尝圣言 莫想脉子必须落在地里死去 才能结出许多子力来 也在我们生活中 活出圣言 当你固执坚持自己的做法时 问问耶稣要你如何死于自己 最后让我们全心祈祷 主耶稣 我愿意让自己像种子一样 堕在地里 请在我身上成就你的旨意 这每日圣言祈祷 是来自台湾主言传教会 愿天主降福你 也愿我们能学习不断改变 死于旧我 活出真我 我们明天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